28号凌晨花莲分局线上巡逻远警在行进花莲市商校街的时候 仗见有机车双载 但是后座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 立即向前拦查 而发现驾驶人唐信男子是浑身酒气 而警方要对他实施酒测的时候 后座的同行有人忽然加速跑离现场 想要制造空档转移警方注意力 不过还是好不过法网 烧伤都被警方依法送办 28号凌晨花莲分局线上巡逻远警在行进花莲市商校街时 撞见有机车双载 但后座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 立即上线拦查 驾驶人唐信男子散发着浑身酒气 就在警方要对他实施酒测时 后座同行有人突然加速跑离现场 过程中还不停对远警大声咆哮 刻意制造空档要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盘查过程中 谷南意图制造与驾驶唐南脱离现场的机会 并于现场明显酒后失控 大声咆哮 遂遭警方制止 带反锁管束 经测得驾驶唐南酒后 酒测值0.34 全案依法逮捕移送征办 唐信旗市酒测值0.34 严重超标 招警方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而同行的骨姓友人 则招警方带回实施保护管束 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5条第8项 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还 借学历琴花莲市报道